小伙伴们你们信不信 问问我现在已经炼成了独心神功 今天我隔着屏幕 就能测出来你们每个人的年龄 听的话 今天我来测试一下 走走走 咱先去找小语 小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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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我玩个游戏 什么游戏啊 今天大家挑战用独心术 散出你心中的想法 还有你的年龄啊 我的年龄啊 这样你都能算出来啊 之前我骗到说我在16岁 能不能 他已经知道我的正式年龄了 对他不多说 咱先来一个小小小小的测试 你现在随机在心里面想一个数 然后写在纸上 别让我看见 那我就随便写一个吧 你可别特别啊 我才不看啊 我写好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可以跟你们一起来测试哦 如果我就算得不准啊 我就请你们每个人都吃大餐 让你今天这个大餐啊 是请定了 别急啊 咱们接着来算 请问你们写的数是 一位数还是两位数 我写的是一位数 那请用你写的这个一位数啊 全以三 全三 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写的是两位数的话 那就用你们写的两位数的第一位数 就乘以三 我们来试一试 全三 好了 成完三以后 再用得到的数加上三 加三 好了 然后呢 再乘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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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着 我数学不好啊 那你就用计算器啊 什么伙伴都算不出来了 就用计算器啊 哦我知道 现在小伙伴们 是不是得到了一个两位数啊 是啊是啊 你怎么知道啊 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呢 接下来 请你们用这个两位数的特位数 加上十位数 比如说如果是27的话 你就用2加上7 试一试 再给你加起来 加好了 OK 现在我们要来公布答案了 小伙伴们算出来的数 是9 对不对啊 我去 我真等于9 你也太神了嘛 这个是什么读心术啊 能不能教教我 可能还有这么厉害的呢 我不然能测试出你心里想的数 我还能测试出你的年龄呢 一部分小伙伴们 给你拿鸡笔 各位我来算一下你的年龄 看看各位我算的对不对 真有这么神 来试试吧 首先请各位在1到10里 显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数字 哦 捡好了没有啊 签好了 签好了以后啊 用这个数字乘以2 2 签好了 要让我看见啊 好咱们再继续 然后再用你得到的数字 加上5 加5 签好了 现在咱们又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数字了 再来大家跟我继续算 然后再用这个全新的数字乘以50 如果你不会算 就是点一点你的计算机 乘以50 数学不好真的是太难了 算好了 好咱们再继续 接下来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算错了 如果算错了那可就不准了 签好了算好了以后 拿手边的计算器 再去检验一下 看你的答案对不对 听好了哈 如果你的生日已经过了 就用刚才那个数加上1771 如果你的生日现在还没有过的话 那就用刚才的那个数加上1772 小伙伴们赶紧加一下 加1771 我已经算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继续 把你得到的这个数字呢 减去你的出生年份 比如说你是2001年出生 那你就减去2001 就按照这种方法 来剪一下 来试一试吧 现在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是不是得到了一个三位数呢 对对对 那这个三位数呢 它的第一个数字 就是你们心里想的那个数字 对不对呀 对真是 后面的两个数字 就是你们的年龄 对不对呀 我神了呀 各位小伙伴们 为过我算的神不神啊 这也太神了吧 如果觉得各位 我的读心处很择的呢 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年龄 和出生年月日 如果我都不择的呢 那你就回去在那街上去算一点 那我得赶紧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拿去真过我的什么办法呀 记得给各位我点个赞咯